水果黄瓜 大家好我是莉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之前种的一颗水果黄瓜 有一根黄瓜 已经越来越大了 都快要接近地面了 现在就把它摘着来吃 就是这一根黄瓜 它都要快接近土面了 这个水果黄瓜果蓝 这个身上非常的光滑 没有刺 而且它已经粗壮了 可以采收了 这一根也很大了 给它采收掉 可能是因为最近 一直下雨缺光照 这一个小黄瓜 大家看都黄掉了 还有这个底下 还有这个上面 可能它底下本身叶子也比较密 这个缺光照 上面的就还可以 这一盆黄瓜也有两个 长得比较大的 还是有很多小黄瓜 晃掉了 怪可惜的 快点出太阳吧 这样我就天天有黄瓜吃了 迫不及待地想吃一下自己亲手种的水果黄瓜是什么味道 尝一口哈 大崩脆 这个真的比这个 土龙的黄瓜 会更甜一点 味道的话 还是这种黄瓜味 然后外面没有刺的话 就不会扎嘴 方便吃 如果有刺的那种 我都会把皮给削掉 这样就不用削皮 而且自己种的不打药 成天了 好吃 想吃吗 黄瓜快被我吃完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西红柿什么时候有的吃 我现在对这个自己种的 蔬菜水果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是个吃货哦 你看 这里一串一串 看你要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收获自己种的 剩余果小番茄了 最早长出来的这个小番茄 已经很大咯 跟我的大拇指对比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